持续倾销 防疫不能停 彰化25号新增13名确诊案例 水果伤传播链再增7人 都是歌唱班衍生而来 从疫调来看我们就发现 歌唱班是传染的一个 感染的一个热点 那现在社区卡拉OK 我们也全部都停业 还有新增染疫的一人 是园林养生馆载客司机的妈妈 另外一件群聚感染有4个人确诊 有一位女性30几岁 从桃园在5月15号 回到她的娘家 她的娘家里面有她的姐姐 跟她的三个小孩子 还有她的妈妈住在一起 这名女性从桃园回彰化娘家吃饭 她的妈妈跟姐姐的三个小孩 裁剪后确诊 这次病毒跑得非常快 你大概曝露之后 最快一天之后 你身上就有病毒 然后症状就开始跑出来 彰化县府呼吁 有返乡的民众 要做好健康自主管理 身体不适 赶紧就医裁剪 避免传染再扩大 大一新闻 彰化综合报道